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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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這支影片是要帶大家來 學習GooglePod的原法 還有這個工具該怎麼使用 為什麼我們要學習這個工具 因為我們拿到一個程式碼 那如果我要這期 以及做修改改進 我們可能會產生一堆 輸出的數據 那要怎麼看出 這些數據的發展趨勢 以及申佈狀態呢?常常就需要透過 繪圖嘛 所以透過繪圖我們可以更清楚的說明 還有展現實驗結果 那這也是本課程的作業很注重的一塊 所以我們介紹了GalooPod 這個好用的工具給大家學習 使用 那在你的 比如說 Forebook這個作業的目錄底下 你會發現一個.gp檔 那.gp是什麼? 就是GalooPod的script 副檔名 不過其實它也不一定要叫.gp 叫.gp 只是比較好辨識 一看到就 GalooPod的script檔 所以叫.txt 其實GalooPod也讀得懂 一樣能匯製出美圖一張 介紹兩個簡單的指令 第一個 我們要 一句script檔的設定 指令 繪圖 就是下.gp 然後script的檔名 那. 輸出成一張圖片之後 檢視 我們可以下.eog 然後 圖片檔名 好 再來 開始寫功課的同學呢 你可能會發現 所以在.fonebook裡面 我們已經把 繪圖的指定都 放在.makeplot裡面了 這是部分程式碼 的片段 所以我們繪圖的時候 只要下.makeplot就好 不過如果你只是要單純的 針對你的圖片 做一些排版的修改 不要下.makeplot 為什麼呢 帶大家看一下 plot的相關程式碼那邊 在.plot的時候 然後他要先執行 output.txt 那.output.txt 他找到這個 那就代表 這些 很高 好玩 1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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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如果你 認真的同學 多做了一個版本 就好幾百次了 所以 如果你只是要單純的 重新排版 建議你 就下這個指定就好 這樣他就只是 根據你既有的 output.txt 來重新匯記一次 而不用再從頭到尾 好一次 那個流程 好 那我們直接來講 gluplot的相關語法 第一個頂部的號 就是 不解行 然後reset 會把我們先前 所有的相關設定 都清除掉 讓我們可以再重新設定一次 那相關設定都 設定好之後呢 就開始繪製 繪製使用的指定 就是plot 好 那很重要的是 格多plot 它會依照 重新碼的順序匯圖 所以如果你沒有排好順序 可能 就會有覆蓋的情形 我們等一下會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示範會以 就是phonebook裡面的runtime.gp 說明 這個runtime.gp 它是依據這個output.t 有機會使的 那output.t 再來打 這個是append的時間 myname的時間 依序對下來 這裡是original 第2個column 這裡是original的時間 然後再來是 我的叫什麼 optimize的時間 再來第三個是 我做hash的時間 好 那我們 就來看看格多plot吧 好 格多plot這個工具 是一個需要額外安裝的 好用工具 那我們裝好之後 可以下一個格多plot的指定 它會到它的 中端頁面 那你可以做 可以直接執行 好 因為我這邊是要demo給大家看嘛 所以 我會希望我下完 繪圖的指定之後 圖片會直接 顯示給大家看 而不是在重新會 存存出來的.tmg 好 那我這邊會說 settermwxt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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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設置完成之後 我們就開始 對照的 格多plot的 那個 指令 來一行一行講解 好 那一行會看到reset reset 就我剛剛講啦 它會清楚我先前設定 那我這邊 我剛剛已經有set了 所以我才比較需要 好 那第一行 set y label 它要設置的是 y軸 坐標的名稱 那如果你要設置 x軸的話 你就這邊來個 好 那我們y軸 它的單位 y軸就是 直接碼 好 設定完了 然後 你會看到下一行 就是 set style feel solid 這是什麼呢 嗯 我們在 phonebook裡面 都是畫的長條圖 那 剛剛的那一行指定 其實就是設定 我的 長條圖 要是實心 而且填滿 那我們這邊先不要下這行 讓大家看 等一下會 output出 什麼樣的圖 好 再來一個 set title set title 就是我整張圖 名稱 名稱 要叫什麼 那我們這邊叫 Performance 嗯 重開圖 好 再來會有一個 set time 就是我們剛剛用到的 那這邊我們是設成 tmg 我們要以tmg that 輸出 那最後 後面呢 你會看到一個 然後 就是設定整張圖片的 異形 以及異形下小 好 那我們這邊要 設定 因為這邊已經有 好了 我們已經設置過了 好 然後 下一行 set output 這個就是設定 你的輸出檔 叫什麼 檔名 那我們 我們 公布肯定 就 取名叫 run time.png 所以你下完Netquart 指令之後呢 你可以LF 看看 就是會發現 多一個 run time.png 那我們就可以在 EOG指令來觀看 好 那 我相關設定都 設定完之後 然後 再來就是quart 主令 你下完quart之後 你按Enter就會有一張圖跑出來了 好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你就看到quart 然後 兩個中括號 第一個中括號代表的是 我整張圖表的 x軸的範圍 x軸的範圍 從多少到多少 然後第二個中括號代表是 y軸的範圍 要設多少到多少 好 這邊我們x軸的 其實不太管 我們沒有所謂的x軸 那y軸 因為時間都很短 我們把範圍 就 局限在0到0.1 時間 好 然後 再來 這個中括號 然後2 x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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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特別說明一下 這個2代表的是第二個colour 這個x軸 x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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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open 我們沒有所謂的x軸 x軸 那我們就只有一個appcard 剛剛那var fuera軸 我們就指這個 第一個colern的東西 然後那個2那個代表此為第二個colern的資料 大家好 那 這邊設定完成 去題一下 那假設如果你有明確的就是x跟y軸這做標 你可以аю對應的欄位的話 第一栏 前面这个数字代表是 X的坐标要使用的是哪个column 然后 Y坐标要使用的是哪个column 那1 2就代表 X 我要用 1个column 资料 Y 我要用 1个column 资料 Y 我要用 1个column 资料 好 那我们就回去 然后 Wid Histogram 就是我要以 那个 我要以 长条图的方式来绘制 我的图 那我要下 那 我绘制的这一条长条图 它的名称是 Histogram 好 我讲一下这边 我们绘制图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那像我们这边长条图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要画线图的话 你就是把这边改成蓝 那在网络上 如果你看很多教学 其他两个就直接 用一个W代表 然后Line 它可能就用一个L代表 那当然Line 还有很多相关的设定 好 那我们按Enter看看 会output出什么 好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设定的 Y 轴的名称 整张图片的名称 然后 X 轴的范围 然后Y 轴的范围 最多就到0.1 再来 我们的画长条图没错 可是我们刚刚少了一个 Z File 然后还记得吗 是新的那一行指令 我们没有下 所以它就是 所以我们刚刚就框框出来 那为什么没有数字呢 因为我们 我们还没下那个指令啊 这到底没有 好 再来 我们也设置了它的title 是Original 那它就写了指令 这就帮你标示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呃 相关 就是关于数值的 排版方式 好 在Plot这边呢 这行指令它会把 就是它就是 紧接着一整行 直接绘制出来 你按Enter它就画完了 所以 如果你下Plot这行指令 然后按Enter 然后你要再输入这一行 呃 它是规划上去的 就像我们刚刚这样 一按Enter它就全部都跑出来了 好 那如果你要 多行指令 也方便买一版嘛 你就要用一个反斜线 来 连接 那我们讲一下 第二行以后 前面这个 30号指令 诶 这边要填的档案 其实 这边要填的东西就是 我要 我的资料档 来源 那因为我们 下面这几行指令 用的都是同一个output.t 所以我就 不用填档面 那你要填也是可以 那你要填也是可以 就是用代抗 当然第一号包起来 好 那我讲一下座标 这个代表的是 X座标 这个代表的是 Y座标 然后我要用的是 第三个column的 值 第三个column 1 2 3 第三个column 值 这个加这个 好 然后Labeltitle 这边没有设 那这个前符号 0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比较特殊 就是前符号 它其实是 各种符号里面 一个叫 sudo-column 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想成 一个column 然后是从 0开始的column 所以前符号 这里是第一次出现 所以它就是从 0开始 所以这个 X的座标点 就是0加0.3 也就是0.3 那前符号 我先讲这个好了 那第二次出现 这个前符号 就会变1 我刚刚说它是一个counter 然后从0开始 那第一次出现它就是0 第二次出现它就是1 好 所以这里是1-0.6 那 这个前符号 2 3 是... 很多 代表就是第三个column 的数值 比如说前符号3 前符号3 0.0.39061 所以这个值就是0.0.39061 加上0.0015 是 我这一个 是我这一个数值的 y坐标 它就会依据这个 xy坐标 画在它 对应的位置上 好 那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们 那我就 就把我们刚刚这个grip 画出来给大家看 就会像是 这张图 好 那我刚刚还有提到 我要damping一下 如果我调换的顺序 会有覆盖情形吗 这边 会有覆盖情形 好那我这边 就给大家看看 本来都是先画 histogram 之后我再把对应的数值填上去 不过现在我把第二条 长条图 调到第二条指令 然后 就是被调一下顺序 请大家看一下output 好 你就会发现 我调的顺序而已 呃 这个数字就被遮住了 没错 因为你 谁想你要先画数字 再画第三条 所以它就被缴住了 什么都看不到 好 所以大家在使用 gnoopart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呃 指令的顺序 就是它绘图的顺序 好 那 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要求的呢 好 在下面呢 在我们hackmb页面 下面还放了一些 美图欣赏区 你可以看到 我有提供了图片 output 还有它对应的程式码 给大家参考 好 那像这个 如果我们善用排版工具的话 就 可以 有一张 美美的图 多美啊 像这个乱七八糟 那下面是一个 另类的 就是用点点 来绘制 还有语量图 就是一个点 线图 再加上点点 啊 啊 另外的 跟大家特别提一下 就是这个 图例 这图例是我们可以控制 位置的 那运设的通常就是在右上角 不过有时候当资料量 它分布的比较广 有可能会 互相打架 像这张图 所以 我们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像这里 我们可能就可以把它移到最左边 那设置这个的指令呢 就是 ZK 那这些我也都打在这里了 请大家自行 阅读 然后练习使用 嗯 那最后我讲一下 就是关于Gluplot的更多资料呢 我们就放在这边 再来是 这个连结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 就是 它有非常详细的 live demo 就是带大家 一点一点的画 用Gluplot画出一些很炫的图 Gluplot其实还可以做出一些 简单动画 还有GIF 等等 这边都有教学 好 那我们的 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